缘起法流程,莫格西亚多开释录 以下将使用缘起作为缘起过程的简称 莫格西亚多的开释是以缘起过程为基础的 为此,它构建了称为缘起过程循环图的图表 这个图表是基于原始经典和著式书的 因此,为了更清晰的理解它的开释 就必须理解这个图表 它写了一些寄送并系统的解释了教法 著,巴黎语有不同的翻译方式 一,一缘共生,二,缘起,三 一缘起缘,缘起过程图表中的寄送 第一寄送 二根,二地,真理,四圣地和十二因缘及其含义 三种连结,再次的二根,三有,三个存在,的轮回 三十间段,三是,二十种因果因素 必须牢记这八点,并通过实践去证悟 这是解脱轮回之道 第二寄送 以无名和可爱为基础 产生去,执着,夜和身心的组合,明色 就像种子生出树,树又产生种子 它们之间的连接永不间断 因夜,身心而起,原身心,夜而起 如此它们周而复始的生起 以智慧观照 所有的人类,天神和众生的出现 都不是由大梵天或神的创造所产生 就像第一首寄送所说 首先需要学习八个要点 然后再去研究缘起过程的十二因缘 单单是十二因缘的探讨 就可能需要数小时的讲解 这里仅提供一个简短的介绍 理解了基本概念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观照去进一步探索 佛陀的教导始终是注重实践和发展智慧的 没有智慧的信仰是盲目的信仰 最终会导致痛苦 八个要点的学习 缘起过程与五蕴过程是相同的 缘起,五蕴和轮回本质上是一回事 二根,无名和可爱 它们是缘起过程十二支的开端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第一因 它们本身也有其成因 它们是轮回,存在的轮回,的根源 或是五蕴的根源 在缘起图表的中心位置 用粗体字写着无名和可爱 就像车轮的轴心一样 它们不停地转动着轮回之轮 二 二帝,真理 第一部分的底层标示为极地 代表苦因 第二节为苦地 代表苦本身 接下来的第三和第四部分 则分别标示为极地和苦地 透过将相同的主题 苦因和苦本身 合并起来 就形成了二帝 极极地和苦地 三 四组层次 缘起过程图表 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代表着不同时间段的业与过 第一部分 过去因 代表过去世的业 是当下苦果的根源 第二部分 现在过 代表当下所体验到的苦 第三部分 现在因 未来因 代表当下的身口意行为 会造作未来的苦果 第四部分 未来过 由于现在的行为所导致的未来是苦果 将它们合并来看 可以分成两个时间段 因 包括第一部分 过去因 和第三部分 现在因 未来因 过 包括第二部分 现在过 和第四部分 未来过 四 十二因缘 缘起过程 包含十二个环节 称为十二因缘 它们依序相生 揭示了苦的来源和解脱之道 第一部分 包括无明和形 第二部分 包括是 明色 六入 处和受 第三部分 包括贪爱 取和有 第四部分 包括生 老 死 缘起过程图表中 有一个箭头 从圆圈顶部贯穿到底部 将其分为左右两半 右半部分显示七个因素 无明 形 是 明色 六入 处 受 这些因素由过去的无明根源 所主导 左半部分显示五个因素 爱 取 有 生 老死 这些因素由当下的可爱根源 所主导 因此 缘起由过去的无明根源 主导的七个因素 和当下的可爱根源 主导的五个因素 一共十二个因素 所组成 关于十二因缘的详细含义 我们将在之后进行讨论 十二因缘的三个连结 缘起过程图表中存在着三个重要的连结 他们揭示了十二因缘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一个连结 第一部分的行与第二部分的事之间的连结 过去式的业 行 会导致当下的意识 事 的生气 第二个连结 第二部分的受与第三部分的爱之间的连结 当下的感受 受 会导致对于悦感受的渴望 爱 第三个连结 第三部分的有与第四部分的生之间的连结 基于可爱 有 所造作的业 会导致未来的投生 生 十二因缘的因果关系 十二因缘的因果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 过去五因 无名 行 爱 取 有 与现在五过 事 名色 六入 处 受 的连结 二 现在五过 事 名色 六入 处 受 与现在五因 爱 取 有 无名 行 的连结 三 现在五因 爱 取 有 无名 行 于未来过 事 名色 六入 处 受 的连结 十二因缘的层次 连结 一 过去因的层次连接到现在果的层次 二 现在果的层次连接到现在因的层次 三 现在因的层次连接到未来果的层次 作为真理连结 一 集地与苦地的连结 第一部分至第二部分 二 苦地与集地的连结 第二部分至第三部分 三 集地与苦地的连结 第三部分至第四部分 六 三个存在的轮转 这三个轮转的概念用于描述众生在轮回中的流转 位于缘起过程的第一部分是烦恼轮转和夜暴轮转 在第四部分的是果暴轮转 3 烦恼转转 它也像火焰一样燃烧众生摧毁善法 轮转的意思是事件的循环 圆圈中的运动或存在的循环 意味存在流转 代表众生在生死之间的循环 因此 烦恼轮转指的是使众生在圆圈中循环 饱受疲惫和痛苦之压迫性的法 烦恼轮经由箭头 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中 表示为无名 贪爱何去 烦的轮转指的是行为在循环中进行 两个烦轮经由箭头 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中 表示为行和烦恼 果爆轮指的是结果在循环中进行 八个果爆轮在第四部分中 经由箭头表示为是 受生在生有老死 在某些地方不包括在生有 只提到七个果爆轮 在生有意止运的产生或由业引起的原因 似乎业有和在生有都与阿皮达摩相关 一位缅甸老师说 生必须接受业有 三个时间段 第一部分是过去的生命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现在的生命 第四部分是未来的生命 十二因缘的二十个因素 一第一部分有五个过去的因 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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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爱 举和有 二第二部分有五个现在的过是 受 三第三部分有五个现在的因 贪爱 举 有 无明 行 四 第四部分有五个未来的过是 受 因此 总共有二十个因素 八个要点 一 二根 二 二地 两个真理 三 四组层次 四 十二个因素 五 三个连接 六 三个存在的轮回 七 三个时间段 八 二十个因缘因素 牢记缘起法 一缘起法的图表学习和理解缘起法的过程 称为学习 研究 十个因素 应当牢记这些知识 以便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够运用 十件领悟缘起法 通过十件修行来理解他们称为实件 修习 修行 直接知识 这是从轮回中解脱 这称为洞察 通达 体正道 火 裂盘 裂盘的实证 极苦的终结 这三个阶段也可以如下描述 辨知 全面理解 完全理解 熟记 知辨知透过学习得以全面理解 休息 审查辨知 易做度辨知透过休息观察 以客观 不带批判的态度去观察身心的运作 得以全面理解 舍离 断辨知透过舍断烦恼得以全面理解 透过真理 真理 递制 背诵熟记聆听教法时所获得的真理知识 功能制 功能制 透过依循真理而内观思维 所获得的功能性真理知识 完成制 正得修行中指使所获得的知识 第一段寄送的结尾提到三种教法 佛陀的教导 即 研习 修行和实证 他们对应于 作为辨知的熟记 休息和舍离 作为知识的递制 功能制和完成制 这些是必须完成的三项任务 一 熟记 这是老师的职责 透过教导和开示完成 二 修习 这是修行者或学生的职责 透过实际的修行完成 三 实证 这是佛法的特性 随着修行的深入自然而然的展现 十二因缘的研究 一 无明 的意思是不知道 即对似圣地的不知晓 包括 一 不知晓苦圣地 不了解苦的本质 二 不知晓苦及圣地 不了解苦的起因 三 不知晓苦灭圣地 不了解苦的止息 四 不知晓通往苦灭之道的圣地 不了解导向苦止息的修行之道 此外 无明也只不知晓应该知道的事 却知晓不应该知道的事 二 无明也被称为痴 具有迷惑的作用 并且具有掩盖真相的本质 因此 无明被誉为黑暗 他还表现为不知晓正确与错误之分 因而也被称为错误之事 二 行 造作 在这里 行的意思是导致五蕴升起的行为条件 一 行为五蕴 及身心的升起提供条件 二 行为四种民蕴的升起提供条件 及心的四个部分 三 行为色韵的升起提供条件 及身体的部分 行有三种类型 一 服液型 善的造作行为 分为两种 欲界善液型 与欲界有关的善液造作 色界善液型 与色界有关的善液造作 二 非服液型 不善的造作行为 及与不善心有关的液型 三 不动型 无色界禅定的造作行为 与无色界禅纳有关的瓶颈与不动的液型 不同种类的行会导致不同的运生器 一 一 服型 A 由欲界善行升起的运 人类 天界众生 B 由色界善行升起的运 色界泛天的运 二 非服型 由非善行导致的运 四恶到众生 三 不动型 由无色界禅定夜行导致的运 无色界泛天的运 三十一种存在界 一 欲界善去 七种界 一个人类界及六个天界 二 色界泛天界 十六种界 属于色界的泛天世界 三 无色界泛天世界 三 无色界泛天世界 四 恶去 四种界 地狱 畜生 恶鬼 阿修罗 总计为三十一种界 三 世 意识 世 世是指认知或了别 意识分为两种 一 结生世 即在受胎期间的意识 负责连接过去生命与当下生命的意识流 二 现行世 是至此生中 活着时所生起的意识 结生世在生命开始后便已消失 我们现在所依存的便是这些现行世 世 意识 的六种类型 一 眼是 生于眼根的意识 负责辨识色尘 视觉对象 二 耳是 生于耳根的意识 负责辨识声尘 声音 三 鼻是 生于鼻根的意识 负责辨识香尘 气味 四 舌是 生于舌根的意识 负责辨识味尘 味道 五 身是 生于身根的意识 负责辨识处尘 处觉 六 意识 生于心根的意识 负责辨识法尘 心所对象 几乎每个有生命的存在 有情众生 都是由这六种意识维系生命的 唯有无想众生与无色界泛天不同 它们与身心有情众生略有差异 在每一个心念的当下 仅能生起一个世 因为两个世无法同时生起 四 心与物质 心 明 具有向对象倾向的特性 物质 色 具有变化的特性 心与物质的一些例子包括 想吃是心 吃是物质 想移动是心 移动是物质 想做是心 做是物质 主人是心 主人是心 奴隶是物质 在明色中 明 心 有四组 而色 物质 有一组 明的四组是 一 受 感受 二 想 认知 三 行 心的造作 或心所 四 视 意识 而色则指的是物质层面 五 六 入 处 入处 感官的领域 是指延续轮回的法 因此 六根 眼根 耳根 鼻根 鼻根 舌根 身根和意根是延续轮回的因素 眼 耳 鼻 舌和身是五个物质根 而心或意识是非物质的根 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明色 心 身 内六处 内六入 感官的门户 六根 外六处 外六入 感官的对象 六臣 六 接触 处一指根和径之间的接触 根据不同的根和径 可以产生六种处 一 眼触 眼根与色静 物质的接触 也就是眼睛接触到可见的色法 二 耳根与声音接触 三 鼻根与气味接触 四 舌根与味道接触 五 身根与物体接触 六 一根与法层 对象 例如思想 概念等 接触 七 受 感受 根据六根 六个感官门 有六种感受 一 一眼收 眼根的感受 二 耳根的感受 三 鼻根的感受 四 舌根的感受 五 身根的感受 六 艺根的感受 五 身根的感受 六 一根的感受 1. 眼根仅仅只是看到东西的时候,产生的感受通常是舍受,平等受,也就是中性感受。 2. 耳根只单纯的听见是舍受。 3. 鼻根只单纯的嗅觉是舍受。 4. 舌根只单纯的品尝是舍受。 5. 身根,身体本身,中,可以感受到愉快的乐受和不愉快的苦受,例如感受到温暖的触觉是乐受,感受到疼痛的触觉是苦受。 因此,整个身体中,可以生起愉快,不愉快与中性,平等,的感受。 B. 心中的感受。 1. 当身体中有愉悦的感受,喜受,时,意识层面也会随之产生喜悦的感受,喜受,乐受。 2. 当身体中有不愉快感受时,意识层面也会随之产生痛苦的感受,苦受。 3. 当对事物保持平静的心态,平等心,时,意识层面会产生中性的感受,舍受。 因此,在心中,可以生起愉快,不愉快和中性,平等,的感受。 3. 将身体和心中的所有感受综合起来,总共只有三种感受,乐受,苦受和舍受。 8. 爱、贪、欲。 贪爱意指强烈的欲望、想要,或渴求、渴望,具有三种形态。 1. 欲贪,对五欲、色、生、香、味、处,的渴望,对感观享乐的渴望。 2. 有贪,对存在或生存的渴望,也就是渴望维持自我或来世的存在。 3. 无有贪,无知的渴望,对不存在或消失的渴望,通常是对死亡或非存在的渴望。 4. 依然着伴随断灭的见解,色被消灭,被破坏,死后无有如此转气味着,唯无有贪,无有爱。 1. 和、2. 之间的区别在于, 1. 欲贪是对外部对象的渴望,如感观享乐。 2. 有贪是对内在五欲的渴望,及对生存和存在的渴望。 2. 它们的本质都是贪欲。 9. 去、知去。 1. 一指紧紧抓住某种事物不放的执着,有四种去、知去。 1. 欲取,对五欲、色、声、香、味、畜,的执着,也就是紧紧抓住感观欲乐不放。 2. 见取,对错误见解、邪见,的执着,例如相信断裂论、我见等错误的观点,共有六十二种错误见解。 3. 借进取,对错误的仪式和礼节执着。 有一位缅甸的老师提到,执着于错误的修行方法才是正确的解释,例如一些经典中提到的像狗、牛等行为模式。 4. 我见取,对自我等二十种错误的我见的执着,也就是相信自己拥有恒常不变的自我。 4. 四种取,知取,合并后,其实只有两种。 1. 欲谈是欲,欲,相结合的去,指的是对感观享乐的执着,这是与贪欲相关的。 2. 见取,借进取,和我见取这三种去都是欲,见解,相结合的去,指的是对错误见解,离疑或自我观念的执着。 3. 当贪爱增强时,它变成为,取,直。 4. 无论是欲贪还是见取,两者本质上都属于贪欲性直,都是使众生执着于某些对象或见解的力量。 10. 业友 10. 业友指的是与业力有关的存在过程,或是条件性的造作导致存在的行为。 10. 业友意指由业所导致的存在。 10. 也就是,善行恶行所带来的业力所形成的下仪式存在形式。 10. 在缘起法的图表中,业友在第三节是以不完全的形式写出,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包括。 11. 业与存在的关联。 11. 业和存在可以是连结的,也可以是分开的。 12. 对于凡夫,世俗人,道圣者,如,出果须陀还道三果阿那汉,而言,他们仍然是连结的,但对于阿罗汉,辟知佛,原觉,和佛陀而言,这两者则不再连结。 12. 为什么会这样呢? 12. 因为生友,投生友,和业友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完整的有,生友是被动的或结果性的存在过程。 12. 而对于阿罗汉而言,只有剩下功能性的业,不再有存在,没有下仪式的生友。 12. 因此在原始的十二因缘中,过程仅被描述为有,存在,而已。 12. 再取的影响下,个体会造作行为,这些行为会累积成为业。 12. 业有三种类型。 1. 身业,身体的行为。 2. 语业,口业,语言的行为。 3. 义业,心意的行为。 3. 深业有三种类,杀生,B,偷盗,C,邪淫。 3. 语业有四种类,望语,B,两舌,C,恶口,D,其语。 4. 义业有三种类,贪欲,B,称慧,C,邪见,错误见解,不幸业过。 4. 这十种会导致恶果的业被称为实不善法,实恶行或实非福行,黑业。 5. 这些业会导致,堕入,不善的去向,恶去。 5. 为了避免这些负面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将它们转变为修习实善法,实善行或实福行,白业。 6. 这些善业会引领众生走向好的去向,善去。 3. 三种善意业是 1. 无贪,对他人的成功感到喜悦和赞叹。 6. 这表示内心的清静,没有嫉妒和贪心,不会产生嫉妒或贪求他人的财富或幸福。 2. 无称,对他人有慈心,爱与善意。 3. 也就是希望他人幸福,并且不会对他人心生恶意或憎恨。 3. 正见,正确的见解,特别是相信夜报法则,即了解业力与果报的真理。 4. 这三种善意业是心灵上的正向行为,能够引导个体走向善道,并促进智慧和慈悲的增长。 5. 行和业有之间的区别。 6. 行是过去的业,而业有是现在,当下正在进行的业。 6. 行指的是过去所做的业,这些业对当前的存在已经产生了影响。 7. 业有则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业,仍在形成当中,对未来的存在和结果有影响。 2. 行已经产生了结果,而业有尚未产生结果。 3. 行的结果已经出现,无法改变。 而业有的结果尚未出现,因此在良师的指导和修行的帮助下,可以使其变得无果。 11. 生。 生是指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获得新的,色、寿、想、形、事、无韵的组合。 有四种出生方式。 1. 胎生,从母亲的子宫出生。 2. 卵生,从卵里孵化出生。 3. 食生,这些生命体出生于潮湿的环境,例如木材、竹子、苔藓、腐肉或腐鱼之中,它们经常依附于这些物质而生,这一类包括许多种蠕虫,可以被视为自然界的无性生殖。 4. 化生,这些生命体一出生就具有成年的形态,例如天人就属于化生。 3. 和、4. 之间的区别是,师生众生稀少且通常体型较小,成长较慢。 4. 例如,莲花化生的人,莲花座诞生的人。 5. 它们的生命周期通常会经过较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在出生后的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发育。 5. 化生,则是像天人一样,通常会立即以完全成长的形态出生,没有经过慢慢生长的过程,并且它们的诞生速度较快。 5. 关于不同众生之运数量的差异。 5. 五蕴俱全,这是人类和大多数友情众生的情况。 5. 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行和事。 5. 四蕴,例如色界无色天的存在,这些存在缺少色蕴、物质体,但仍拥有受、想、行、是四个心蕴。 6. 遗孕、色蕴,但不具备任何心蕴,例如无想有晴天,即无感知的存在,这些存在仅具物质形态,没有心智活动或感知。 12. 劳与死。 老死是指生命体经历衰老和死亡的过程。 死亡有四种类型。 1. 业静命中,当业力耗尽时死亡。 2. 受静命中,受命耗尽时死亡。 3. 业与受聚静命中,业力和受命两者同时耗尽时死亡。 4. 非业非受死,由于外在因素,身体过程的断裂或摧毁,例如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并非由业力或受命耗尽所致。 4. 关于业有的说明,业有所提及的深业当中,并不包括服用麻醉品,如酒精和毒品,此外,使不善业的列表里也找不到这一项。 5. 但是,5. 无界的最后一条远离醉酒是禁止饮酒和服用麻醉品。 5. 我们知道,麻醉品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 5. 如果破这一饮酒界,很容易进一步破坏其他四界。 6. 即使佛陀曾提到饮酒的未来结果是非常不好的,那么为什么在十种不善业中找不到这一项呢? 6. 一位缅甸老师曾说,这其实已经包含在邪淫之内。 7. 然而,他并未解释其原因。 7. 事实上,性欲本身就可能像兴奋剂一样具有麻醉作用。 7. 由于性欲,一些人会做出非法的或违背道德的性行为,正如某些经典中提到的非礼欲和邪法欲等概念。 7. 当时代变迁,道德衰退,社会风气也随之堕落。 7. 如今,我们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常见这些现象。 7. 大家好。 8. 我们再带开聊天。 谢谢大家